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生气的非常生气的信 令我觉得呢有趣的是今天晚上赛斯就讨论了那封信 以及真在上星期一从赛斯那收到了两个思绪 这两个思绪的非常的重要 他说光是理性最后会变成非理性 光是想象最后逐渐变成较无想象力 这两句话其实是这一节的一个核心思想 就是我们人类经常会运用的两个能力 一个是我们的理性逻辑推理能力 一个是想象力 想象力呢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内在的心中的这种想法 头脑中的这种念头在打交道 那推理能力呢更多利用的是这种逻辑 理性分析这种能力 人类的这两种能力呢要把它结合好 就像是说理性的东西里头有想象吗 有想象 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分析里头 一点想象都没有 如果你学过这个系统的学过理工科的知识 你会知道很多理工科的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一些前提 也就是一些想象的这个基础之上的 直到现在我们的物理学的很多很多的理论都是想象出来的 都是数学的一些概念 或者是在数学概念都没有的基础之上 只是靠一些科学家的想象 然后照着这个方向 再去寻找一些相关的证据 这么得出来的 而想象也是一样 想象里头一定有逻辑 如果没有逻辑的想象 那就是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 就是如果想象里头任何逻辑性都没有 什么和什么都没有内在的关联性和逻辑性 那这个想象里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这两点是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不能强调纯理性 也不能强调纯的想象 内在想象力 这两者必须得有效的结合 然后赛斯就来了 赛斯非常幽默的说 现在请记住我一直在 这是他幽默的在说这件事 一直在强调的这些意识单位并不是中立的数学性的或者是机械的 赛斯借着上节课的那个隐形粒子的角度 把隐形粒子和意识单位做了一个对比 做了一个内在含义的一个融合和隐身 然后他这里头强调的说是 你不要认为意识单位就像我们想象的原子和分子一样 他是没有性格的或者没有主观性的 他是中立的数学的或者是完全机械性的运动的 不是这每个意识单位他都是有意识的 他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念头意愿的 就像你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独立的意识 这是他的特性 所以说他并不是中立的 也不是说完全是数学纯数学性的 也不是说机械性的 这些他都不是 他说意识单位呢 是你能想象出来的最小的意识的一个小的一个包裹 就是一个可以给他所谓包裹 就是这个意识跟别的意识 它是可以区分开的 他是用这个包裹这个词 但是他打这个引号 因为意识本身是不能包裹的 但是为了跟你讨论的方便 他把最不能再分的最小的这个意识单元 他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意识单位 这是你要理解他 他说呢 而不曾 而不管任何相反的这个想法 基本上 意识跟尺寸 没有任何关系 意识跟尺度 没有关系 不能说我这个意识很大 这个意识要占有很大的空间 那个意识占有很小的空间 或者这个意识很复杂 那个意识这个大小多少 他没有这个概念的 如果说假设说意识跟尺度有关 跟尺寸有关的话 那么就会需要一个像世界这么大的球体 来寒阔 单单一个细胞的意识 再次说过无数次 如果一个细胞的意识 幻想成你们人类能够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存储 用你们人类的现在的硬盘也好 内存也好 用你们的这样这种存储方式 来存储一个细胞的意识 那它的容量有多大呢 假设用硬盘来存储的话 将是有这个地球这么大 就是一个地球这么大的硬盘 全是硬盘 都不够存储一个细胞的意识的 所以说它不是按照尺度的方式来理解 来衡量的 所以呢 他说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你们的肉体生命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自发秩序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样的来说呢 我们的每一个细胞的意识都这么复杂 那我们的生命是有无数个细胞 50万亿个细胞 5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人体 那它的意识有多少呢 是不是就50万亿个地球这么大的 如果换算成人类能够理解的存储容量的话 所以说你就知道人体的复杂 不是我们的科学 是说能够去理解和探测的 因为它不在一个尺度上 他说假设是这样的话 用这个信息量来说的话 就这样的结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你们的生命 他说你们人类的生命 他说你的肉体的生命 对你这个肉体 它活着 它是由意识单位自发的形成了身体的秩序 记住自发性 自发性是宇宙的一个基本规则之一 以宇宙十一大基本法则 自发性是其中一个 你说它怎么就形成了 它不是怎么形成了 它自发的就形成了 你对世界的体验 大部分是由你的想象力 以及推理能力决定的 就是你怎么理解这个世界 或者你怎么体验这个世界 就是由你的想象力和推理能力决定的 这里头它用一个大半 并不是完全 记住 不是全部 还有一小部分 是不依赖于你的想象力和推理能力的 那这个不是我们这一次要讨论的问题 你还有其他的能力 但是大部分都是由想象力和推理能力决定的 所以这些能力并不像通常进化信念 并不像通常的进化信念 所以为的随着时间的发展 你的想象力和推理能力 是你认知和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 而你认知和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 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影 而不断的演化越来越强的 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从一开始很弱 然后来越来越强 它不是的 它是一种组合 就是在一定是某一个时期 人类的发展的 按照人类的历史时间的算的话 在人类的某个历史时期 你可能用想象力多一些 在另外一些时期 你用理智多一些 用理性多一些 然后其实呢 它没有一个纯想象力和纯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它都是各种的组合 就是想象力多一点 理性多一点 还是反过来 从一开始 想象力和理性 它就是人类的基本的属性 本来就有这两个 但是呢 自从你们所认为的历史以来 从人类的人 这个 这个 这次人类的这个生命 文明的发展以来 人类呢 都曾以不同的方式 去利用这些特质 我们利用这些特质的方式不同 所谓方式不同 就是运用想象力 和利用我们的理性推理能力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在那个方面 有很大的余地 什么余地呢 就是这个 不同的方式 就是我们运用想象力和理性 这两个能力的方式 有很大的不同 而这个不同 大到超出你的 想象的范围 所以说 它告诉你说 这个不同 是有很大的余地的 不要你认为 你平常的理解 你的想象是这样子的 你的理性分析是这样子的 它是超越了这种 你能想象出来的 这个区别的 所以说 有不同的想象力 也有不同的理性能力 也有不同的组合 也有不同的极致 因此 那两者 可以以许许多多替代的方式 组合 他说 在你们人类社会 文明的发展当中 不同的时期 有不同的组合 而这些组合 并不是唯一的 在你们的 这个文明的 平行的世界 和平行的宇宙里头 还有其他的组合 形形色色的组合方式 所谓的组合方式就是 想象力 我随便举例的 比如想象力 这70%是一种组合 比如想象力 这66%是一种组合 想象力 这13%是一种组合 我只是举例子 让你能理解 所谓这个组合的概念 而每个特定的组合 都给了你 他们自己独特的实相画面 并且也注定了 你在世界里的经验 这种想象力和理性的 这个比例不同 占的多和少 就是一个配方不同 你可以理为一种配方的不同 比如说在 某一个时期 我们用 43%的想象力 用57%的 理性 假设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 那43%和57%是一种组合 而这种组合呈现出来的这个世界的 我们体验这个世界的感受 和另外一种 比如说33%和67%的组合 它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体验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说我们不同的时期 怎么去认知这个世界 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取决于我们那个时期 所采用的 想象力和理性的一个比例 多少的比例 然后说 从历史上来说 还是我们人类这一次的历史 不是我们人类 你们有很多的文明 记住他一直在说 我们这一次不是唯一的一次人类文明 我们有很多次的人类文明 每个呢 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活动区域 他们自己的科学 宗教 政治 以及艺术 都有很多 他这里指的文明 还不是这种平行宇宙的文明 他指的就是 我们人类历史上的各个不同时期的文明 比如说远古时期的 有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 有这个中世纪的 有近代工业社会的 有现代的信息社会的 所以每个时期 每个文明 每个时代 他们都有自己的活动的区域 他们的科学 宗教 政治 艺术 所有这些代表了 想象与理性 去形成一个架构的 种种的不同的方式 而透过 那个架构 什么架构 就是不同的组合的方式 就是每个时代都有 他的自己的宗教 科学 政治 艺术 文化 人文等等 这些东西的 运用的比例的多少 就用多少理性 用多少想象力的 这里面的比例不同 就是这个架构就不同 架构不同 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同 时代所呈现出来的特征 特色也不同 你们体验到一个多少一致的时相 虽然体验不同 感受不同 但是这些不同比例 虽然好像感受不同的时相 但是你能感觉到这些 不同比例去感受到的 这些时相的背后 隐隐约约有一个统一的 或者是一个内在的时相 是一致的 就是你不同的历史时期 比如你是用想象力 去认知这个世界 还是你用纯科学的 理性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 用这两个极端的角度来说吧 比如说纯想象力和纯理性 它多少都会让你感觉到 它们有背后有一个东西 是接近的 是一致的 只是世界 假设实相是一致的 只是你认知实相的 这个角度不同 你可以这么来理解 但是呢 那个本质的那个实相 它是不变的 所以说呢 你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 不论用什么样的角度 用什么样的体验 你最受感 最后感知出来的东西 是接近的 或者是说接近于一致的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么人有时候曾经强调想象的力量 他开始举例子了 就是在某些时期 某些时期 而让想象了不起的戏剧性的光 照亮它周遭的具体时间 所以那些事件 大半透过那些光的色调被看到了 都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 人们强调想象力 什么事情都要想象 通过想象力 而外在的事件 是通过内在想象力的这个色调 所照亮了 也就是你都给它上色了 你看花也不是花 是花神 你看树是树神 都有了他那一在的灵性在里头了 假设在那样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头 你周遭发生的事情 都有了想象力的解释 或者是一个招色 比如说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这变成老天爷 一会发怒 一会哭泣 一会老天就像个小孩的脸一样 说变就变 这是不用想象力的结果 你想象一个老天爷 老天爷是一个情绪化的小孩 然后他一变化 我们的人类的这个自然环境 就会发生改变 比如老天爷发怒 就会有洪水 地震等等 这些就用想象力来解释 它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 在那些情况里 外在事件变成了想象力的戏剧性的力量的一个词实 就是外在的这些发生的事情 是吸引你用想象力去解释 成为了一个触发 或者是一个吸引它的一个点 就当自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人类社会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就会用 想象力的这个 吸引性的力量去解释它 去感受它 对内在事件的强调超过了外在事件 这时候人们更强调于内在事件 比如说什么 有东海龙王啊 掌握着这个全国的雨水的调配啊 等等等等 就是这种 求求雨啊 他觉得只要 向老天 向龙王求雨 龙王就会下雨 这些完全都是内在信念在起作用 对吧 内在的活动 于是呢 世界的东西 世界的东西 不只是因为它们本身是什么 而也因为它们在一个内在的意义的 世界里的地位而变得重要起来 世界上的这些物体啊 万物不再是因为它们本身是什么 而是因为你给它赋予了什么样的 含义和意义 就在你的内在呢 这个想象力的世界里头 给它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和地位 它才变得重要了 比如说一颗石 一个石头 那在理性的世界里头 它是一个石头 可是在一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世界里呢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鲜石 变成一个宝石 变成一个有灵气的石头 你还记得西游记里面的贾宝玉 是什么吗 贾宝玉就是一块石头 只是宝玉 一块玉 一个石头 天上的一个鲜石 到人间来就变成一个人 所以你就知道 那如果在现代社会 那一个石头就是石头 不论它是翡翠 它是玉 它还是石头 它不会跟人又挂上什么关系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时代 当然在这种例子里 有很很有可能的 在那个方向走得如此远 就在这种极端的例子里 就是我们人类只 用想象力内在的角度 来看这个客观世界的时候 就是走到极端极致的时候 以至于自然的实践 在其象征性的内涵的重量下 几乎像是消失了 在这种前提下 我们人类觉得自然实践都不重要了 都是我们内在想象力的结果 情绪化的 不论是内在情绪化的 是外在 其他人的情绪化的 对吧 比如说你觉得你伤心了 老天也跟着下雨了 某些伟大人物去世了 老天也会下雪 什么愿暗暗出现了 那老天也会六月飞雪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类似的事情 近年来的潮流 则适得其反 在最近 现在的这个社会 跟他上面举的这个时代的例子 正好相反 我们已经不再信任想象力的东西了 因此 想象的能力被认为是极为可疑的 你现在跟别人说 这块石头有灵性 这个树里面住着一个神 叫树神 这个花是一个精灵 叫花仙子 这个就只能是小孩子的这个 这个层面上 在正主流社会里 没有人会这么认为 所以说想象力的就是可疑的东西 同时 外在的世界 则被认为是石像的唯一面貌 外在物质世界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唯一的 结果 你们有的是一种 非真即假的世界 所以说你们就有了一种结果 就是不是真 就是假 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中间地带 要么真实存在 要么就是虚假的 不存在的 而在其中 好像生命最深的问题 可以用某种复选测验 来相当正确的 恰当的回答似的 赛斯再次去嘲笑人类 在科学上的幼稚 他说你们人类的深层次的问题 生命最核心的问题 生命的意义 是并从哪来 这些东西 科学家想通过一次一次 可以重复的精确复制的 所谓科学的实验 就是能够复制的 所谓复选 就能够复制的 每次都可以 实验结果都一样的 科学在承认 这样的东西 想用科学实验 来回答人类的 生命的本源的核心的问题 他说你这不就是 痴人说梦吗 怎么可能呢 于是 人的想象力 仿佛就与错误 连在一起了 在这种时代里头 当今时代 想象力 他就认为是 跟错误在一起 只有理论 有理论根据的推理 有证据的东西 他认为才是真实的 想象的就是想象的 没有任何的真实性可言 更不谈不上正确 只有一个例外 什么例外呢 除非你想象力的产品 可以被利用来 利益 我们唯物性的这个存在 就是除非你的想象力 有利于科学的 唯物性的这个 观点的这个存在 比如说你想象 哪一个发电机 然后你把它发明出来了 然后把它做出来了 他认为这种想象力 是有意义的 重要的 因为你最后做出了一个实际的东西来 如果你的想象力 做不出这种实际的东西来 他认为这个想象力 就没什么实际的意义 这是人类在这个物质为导向的 这个世界上 以唯物为唯一导向的这个世界上 他对想象力的这种 非常功利性的看法 所以说他想锻炼的想象力 或者想培养的想象力 是极其功利的 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 就是有一定实际效果的 能带来生产力 能提高科技发展 这样的想象力 他欢迎 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或者那种没有实际结果想力 他不喜欢 他也不主 他也不提倡 他也不推崇 他甚至带有一定的批判性 这叫白日做梦 那样说的话 想象力就被容忍了 变成只因为 他有时候提供了新的科技性的发明 而允许在我们的人类社会里头的存在 他不能把它完全的掐死 因为他也知道掐死了想象力 科学理性逻辑推理 也没有办法发展了 因为这些科技和逻辑推理 也需要想象力 但是他只把它限定在 有利于科学和发展的这个角度上 其他的想象力都给清除了 在想象力的力量 以及推理能力的力量 可被利用的许多方式之中 我只举了两个相反的例子 再次说 我举了两个极端的例子 一个是极端使用想象力 一个是极端使用科学的推理能力 我举了这两个极端的例子 他可是还有无穷尽的一个变化 他实际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人类文明 不是这样子的 他不是纯想象力 也不是纯理性 他是这两种的一个组合 或多或少 主观上以及基因上 每个都是有可能的 他这种组合 不论从生物性上 基因上就是生物性上 还是说你的主观意识上 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用想象力多一点 还是用理性多一点 这里头记住 他提到了一点 基因性的生物性的 所以说在有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上 我们人类会更多的利用想象力 不仅仅是因为科学 还没有萌芽 也不仅仅是文明的发展 像人们想象的是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不是这样子的 不仅仅是这样 他有一部分是主观的选择 就是我们人类在那个时期就选择用这种方式去探索 那另外一种可能性 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基因的选择 就那个时期的基因 人们的内在的感官比较强 我们对内在的感受 对这种感性的东西 想象力的东西比较敏感 这个是生物性决定的 所以都是不太一样的 并不是像你想的 是一个文明从低到高的 是好像想象力多的 就是文明比较低的 像原始社会 那些迷信的祭祀 原始的宗教 这些好像很迷信的东西 好像现代社会的理性就偏多 好像代表了文明的一个发展 这不是的 不是这样子的 这种组合的比例 有无数种替代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 可能有一种高度的文明 完全是通过想象力实现的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我只举例子 有一种很低级的文明 可能全是由科技生成的 你说怎么会是这样子的 会的 所以说科技不是代表 文明发展的唯一的指标 这个我们不要被他给误导了 科学想把自己标榜成 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的标准和尺度 就是科技越发展 代表人类文明越发展 这个大伙一定不能被他们误导了 我们不要误导 不要走向反面 不要走向反制主义 所谓反制主义就是 反对所有智慧 反对所有的科学 反对所有的这些理论 这个理性推理 不是要反制 只是说不要的 一味的强调 纯理性的东西 纯科学东西 把其他的东西都认定为假的 或者排斥到一边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你就明白我说的意思了 比如说 假设我们人类文明 按照现在的发展方向 继续发展下去 科技会非常的发达 比如说会出现人工智能 脑机接口 AI 机器人 到了那个时候 所有的人类的社会劳动工作 都是由机器在完成 由机器人在完成 是由人工智能在完成 包括一些脑力活动的 脑力工作也是由人工智能完成的 那在这种前提下 人类其实就没有了 工作的这个必要性 那人类就会干嘛 基本上就会被圈养起来 就会被发明的这些 一系列系列的设备 你看过很多科幻小说 描绘的都这种场景 那时候的人类都会带上 这种脑机接口的那种 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 元宇宙式的这样的一个 虚拟现实的世界里头 像头号玩家等等这种 像黑客帝国这样的类似的 我们记住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头 在那样的一个虚拟世界里头 我们在那里面生活 而在真实的 所谓的三位世界的真实的世界里头 那其实每个人都 躺在一个类似于 休眠仓式的里面 我们吸收的营养液 通过输液啊 或者一种什么东西 给我们输生营养液 我们一直在这个虚拟世界里 长眠不醒 对 然后这个时候 你说我们的科学发展 是带来了文明的发展 还是退步 你很难界定 对吧 那人类就这样 就一批一批的 就像那个 蜂巢里的那个蜜蜂的那个蛹 那个幼虫一样 一代一代的被繁殖 甚至都不需要人去繁殖 也不需要谈恋爱 也不需要结婚 那细胞 单细胞 克隆复制就形成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样的一个文明社会 科技是高度发达了 可是人类文明发达了吗 人类文明发展了吗 人类文明是进步了 还是退步了 所以这里头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让你能理解 科技的发展 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之间 不是画等号的关系 但是也不是说 不是画等号 就反过来说 越原始越落后 就代表着文明越发展 也绝对不是这一点 这大伙不要走反 走偏 那既然科技不好 那我们就去科技化 现在还有另一种潮流 就是回到原始社会 回到农耕时期 就是这个最原始的 不用任何现代的工具 回到最早的农耕时代 不用任何电器的东西 不用任何的互联网的东西 不用任何的计算机的东西 就是回到了我们的 几百年前的老祖宗一样 就是用双手去生活 他觉得这个是文明的 一个更高的境界 更简单更纯粹 不是 这个一定记住不是 他不是 不是一个东西是错的 他反过来就是对的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理解的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不是非对即错的 不是 错误的反面就是正确 错误的反面不是正确 错误的反面就是错误的反面 这是一个 所以正确的对立面 也不是错误 正确的反面就是正确 正确的反面 所以这里头你一定要理解 不要有一种非 那他是黑的 那他对面的东西一定就是白的 那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那他跟他对立的东西一定就是好的 可不能这么理解问题 这个问题就太优质了 所以这块一定要强调 因为这一点涉及到我们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走向和取向 非常关键的 我们作为这些学习灵性的人 都是我们未来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核心的种子 我们自己如果不能保持一个中正的一个态度的话 就会很危险 一定记住 不要走向 这个叫反制主义上去 就退文明 退工业化 就是完全回到原始农工时期 是不对的 当然还有一些 你们作为一个物种 一个族类还未曾发展的变化 你们现在还有很多变化 没有经历过呢 就是这种不同比例的 对世界认知 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可能性 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的 就是这种理性和感性 想象力和逻辑推理之间的这个比例 鲁博呢 今天收到了一个显然会被视为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男人的来信 鲁博觉得很难过 不只是由于那个人的情况 并且是由于其哲学上的暗示 鲁博想 天哪 为什么有人会形成这样一种实相呢 我们不知道这个新的具体的内容 我们现在只能通过他的这个描述来猜 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男人 首先精神分裂症 如果你了解一点基本的医学常识 精神分裂 这个人生活在一个 他自己的世界里头 基本上 基本我接触过 不多的这样的几个人 他们是这样子的 他们看到的世界跟你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他在看电视 然后电视里头 在演一个过去的一个战争片 这个时候呢 这只是一个电视剧嘛 或者一个电视的一个纪录片 然后这个精神分裂的人很有可能 就会认为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 然后他就认为他现在就出在这个战争状态下 就有敌人在抓他 他就要躲起来 等等 或者是他要去跟他们战斗 我举的这些例子 这是一种 还有很多很多种精神分裂的症状 他会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样的一个人给罗写了一封信 给这个真写了一封信 然后呢 下面是罗的注释 罗说我俩尤其是真 都震惊于这个来信者独特而原创的潜词用具 那个反映了他所选择的实相 太诡异了 就是那个精神患者肯定把他所在的 他所处的那个他认为的实相 给他们俩做了一个描述 而他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角度去描绘 他所在的那个世界 那简直就太诡异了 那是人正常的 我们这个普通的人类的想象力 是想象不出来的 在他的世界里头 可能太阳也不是太阳 这个食物也不是食物 人可能也不是人类 这就是完全是一个光怪露奇的世界 那是这个一般精神分裂的患者 都会有或多或少 或轻或重这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说你不能理解他 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认为 站在你的角度去 试图去掰证他 或者说服他说 你们都是错的 他就是他的那些观点都是错的 你的才是正确的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只是他用想象力和用理性的比例的不同 你不能说哪个比例就是绝对正确的 你不能说50%50%这样的比例是最正确的 那70%用想象力 30%用逻辑推理能力 就是错误的 这里没有正确和错误的这个说法 只是这个比例不同 代表你体验的不同 那这些精神病患者 很多的时候是大部分是用想象力占多数 用想象力占多数 超过了一定的比例的时候 他跟这个现实社会中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但是你千万不要用我们传统的观点去评判他 认为他们是另类呀 是不同的 这个跟我们人类不一样啊等等啊 是病人的 不是的啊 他只是跟我们这个时代 所持的这个比例不同啊 如果他放在 那个远古时 古代的某个时代 可能他这样的是正常的 我们这样的人才是神经病啊 先让我们来看看 精神异常的这个问题啊 再次再次强调 他说强调个人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 这句话要把它画起来 而非通常给予任何一组正后的概括定义 再次说 人的完整性永远大于所谓的你们人类的一个标准啊 我们所谓心理学也好 精神分析学也好啊 这些很多的时候都会想要制定标准啊 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特征 在上一节里他谈到了 我们人类愿意用 概念 标准 分类来考虑问题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划定一个人类的标准啊 这时候呢 只要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呢 你就认为他是个神经病啊 是个怪人 是个精神异常 再次强调 没有所谓的精神异常 每个人的人格的完整性 他个人的完整性 是高于一切的啊 他这个人 他用这种方式体验世界 那是他的权利啊 你不能说他跟你的不一样 你就说他是异常 你是正常 因为你比他多 你这样的人数量大于他那样的人 所以说你觉得你就是正常的 人家就是异常的啊 这个概念一定不能有啊 你要尊重他的个体的差异性 你要尊重他作为一个人格 他的完整性 你要尊重他有权利 用他喜欢的方式啊 用这一节课的话来说 用他喜欢的比例啊 百分之多少用想象力 百分之多少用客观 理论的推理能力 去认知这个世界 这是他的权利 也是他的选择啊 这作为他的这个人格的完整性 应该得到被尊重啊 而不是被打压 被治疗啊 被去纠正过来 对吧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那所有的科学家 他们的理性推理能力的占的比例 都比一般正常人 我们所谓的正常人要高 那从他的角度来看 我们这些人都像傻瓜一样 因为你们不理智啊 不理性啊 他很理智很理性啊 对吧 那如果发展到极致 你知道有的那个学医学的这些人 有某些这些 我只说某些人 那他只坚信他所学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到了一定的极致 我们其他的普通人看他们 反而觉得他们很怪异 他们很怪异 对吧 怪异在哪呢 你可能不理解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相信科学的人 就认为尸体很正常啊 那人体的器官 这些东西都很正常啊 然后他就 比如说他会 比如有的 有的啊 我就举例的 有的这个医学学院的 这个学生 不论是本科 本研究生 有的就会 跟尸体天天待在一起啊 他就把一些人体的关节的 或者一些器官啊 或者一些标本 他甚至会 有的人会带到他的办公室啊 有的人甚至会带到他的宿舍啊 寝室去研究啊 这对很多人来说 这不是这个人 就太神奇了啊 太怪异了啊 拿着尸体啊 或者人体器官的某个部分啊 彻研研究 但是对他来说 这有什么 这是一个科学的精神啊 对吧 如果你一般人觉得 这都打念小怪 那你们太愚昧了 什么鬼啊 神啊 什么不干净啊 什么这 你们这太 太愚昧了啊 我举这个例子 只是想告诉你 不同的比例 在想象力和理性的比例上 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 是完全不同的啊 只不过呢 我们普通人和这些科学家呢 他能达成一定的共识 所以说呢 也就是他理性和想象力的比例呢 还没有超出一定的这个范围啊 我们还基本上认为他们也正常 他们基本上也认为我们也正常 他也能理解我们啊 所以说他没有达到一定的那个法治 那个界限 而所谓我们认为的精神不正常 真心异常的人是超过了那个界限的人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不同的人 站在不同的角度怎么看问题的 所以说没有所谓精神异常的问题啊 塞斯给精神异常打了引号 因为从塞斯的角度来说 没有精神异常这回事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选择了体验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不同而已 不过在许多这种情况里面 这种个人是 以与其历史时代不一致的方式 去组合想象力与推理能力的比例的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的精神异常 就是他跟这个主流社会啊 这个时代这个时代 所采的比采用的比例不一致的方式 不一样啊 正常是那个比例 比如现在这个社会吧 理性占大多数 你偏偏想象力占大多数 那在这个社会里头 就认为你是精神异常 反过来 在一个以想象力为主的社会里头 比如在现在 仍然有一些原始的部落 或者一些其他的 特殊的这个地区 或者社会里头 他仍然是想象力为主的 比如说南美的一些部落里头 或者一些原始非洲部落里头 而这个时候呢 你偏偏以科学的所谓的精神 你生活在那个世界里头 那在他们认为来说 你就是精神异常 赛斯带着一点讽刺 他接着说 去宣传一个 储备大量的原子弹 以便维持世界和平的人 是疯子 同时现在的人类都宣传说 我们发展核武器 是为了保持世界和平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呀 都在拼命发展核武器 有的呢 就不想让别人发展 没有的呢 就拼着命想发展 都想挤到那个核武器的这个领域上去 虽然说呢 在消减核武器上呢 达成了共识 就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核武国家 就是以前的苏联 现在叫俄罗斯和美国 他们早在20年前就达成了一个消减核武器的一个战略 但是效果 有那么一些年是效果比较好的 双方有计划 有目标的消除 销毁他们的核武器 减少他们的核武器的数量 可是后来又不太好 俄罗斯又反悔 现在俄罗斯还在这个里头 就是包括削减弹道武器 弹道武器就是那种洲际弹道导弹 就是可以一个导弹可以打上万公里的这个东西 在削减 可是这时候呢 有些国家呢 他就不参与 他就不还在发展 这里头赛斯就是说 在你们的这个世界里头 我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你们一边生产核武器 一边存的过量的核武器 一边还说 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 你生产了一个最危险的武器 不断的囤积它 还告诉说 我囤积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世界和平 虽然多少是一个夸张的声明 但也并非完全不对 赛斯说 我管他们叫疯子 虽然有点夸张 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赛斯说 我叫他们疯子 好像 有点夸张 因为你 你就等于说 把这个 这些美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 和这些有核武器国家的政府 都叫成疯子了 甚至他们的领导人 他们的精英决策层 你都称之为疯子 什么叫疯子 就是精神异常的人 他们才是精神异常的人 赛斯说 我认为他们是精神异常的人 他说 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他也不是说没有道理的 在你们的社会里头 这种活动 以一种完全我 令我不解的方式 不知怎的 被标示为人道主义 他说不能理解的是 这种东西居然是得到你们主流社会认可 而且是标榜的人道主义 维持世界和平的 他这里头指的人道主义 可能更多的是指当年 美国给日本投的那两颗原子弹 然后呢 反而被标榜成一个正义之举 正义的行为 我们先不说战争本身的这个问题 只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是人类第一次 互相使用原子武器 核武器的 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次 两次 就是长崎和广岛原子弹的投放 人类用自己的科技发展 造出了这样的一个武器 然后用在了人类自身身上 我们抛开战争本身不谈 赛斯从他的角度来说 他觉得这是很匪夷所思的 匪夷所思的 这种计划并不被认为是破疯狂 这些人你们不认为他们是疯子 不认为他们是疯狂 你把那些只是运用想象力 却没有实际做出真正危害人类发展 这些人的行为 反而把他们定义为疯子 定义为精神病 而这些所谓的科学家 获得这个奖 那个奖 获得全世界的认可 在国家也收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你却不认为他们是疯子 赛斯是这个意思 虽然在那个字里头最深的意义里面 他们的确是的 赛斯说 从这种某种角度来说 这些人确实是疯子 一边造着核武器 一边说我来维持世界和平 这种行为有很多理由 但是对于你们所认为的推理能力 而非其相对的 你们所认为的想象能力来说 是对推理能力的一个过分强调 至少是要负部分的责任的 它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生产原子弹来保持世界和平的人得到了推崇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你们过度的使用了推理能力 你们通过逻辑推理说 那我们都有原子弹了 谁也不敢打谁了 因为你打我 你也可能被毁灭 这样的话就达到了一种制衡 所以说就维持了世界和平 这个理论听起来好像非常有道理 对不对 是不是 很有道理啊 听起来 我们人类也一直认为 是啊是啊 是有道理的呀 对吧 那如果我们举一个类似的相反的 不是相反的 举一个类似的现实问的例子 你就知道他有多疯狂了 我举两个 就举一个例子 两个人 两个人的发展的观念和理念不同 两个人的想法不同 这两个人呢 彼此身上都绑满了炸药包 手里呢 摁着那个触发器 就炸药包爆炸的触发器 然后呢 两个人因为理念不同 然后呢 彼此不能说服对方 那两个人身上就绑满了炸药包说 为了不被你说服 我就把身上绑满炸药包 如果你想强迫我 我就 把那个 那个开关摁下去 我手里捏着一个遥控开关 那咱们 我爆炸的同时 你也爆炸 因为我的威力太大了 我的威力 把绝对把你的放在我的这个爆炸 搏击的范围之内 也会引爆你身上的炸药包 双方都持这样的观点 你觉得我们为了避免我们的冲突 我们就需要在身上都绑满炸药包吗 你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不是疯子的行为 因为两个人有冲突 或者两个人观点不一致 那我们就要把身上绑满炸药包吗 你说不 这绝对是疯子 可是两个国家呢 我们为什么不说他们是疯子呢 他们的原子弹 是不是就是跟炸药 每个人身上绑的炸药包是一样的 类似的 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因为我们用推理能力了 我们强调了推理能力 经过一番的所谓精英的分析说 想制止战争的唯一的方式就是 拥有越来越多的核武器 才能制止战争 让世界保持和平 据好像说 为了让地球不再发生战争 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 让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装满了炸弹 炸药 这样谁都不敢乱动 一动连锁反应 就像一个 我们都坐在一个 这个鞭炮的这个堆里头一样 谁也不敢 轻举妄动 谁要轻举妄动 那咱们就一块炸死 然后我们就在地球上放置了很多这样的炸弹 你觉得这不是一种疯子行为吗 你想想仔细想想 仔细想想 然后呢 在写信给鲁伯的那个人的例子里头 混合了某些特质 在其中 内在事件 想象力的事件 就社会所接受的色调而言 对具体事件投射了太强的光 他再次回到这封信里头 说那个人就是用内在的事件 用想象力的东西 给外在事件投射了太强的光 照 就盖过了这个外在事件本来的样子 全以内在想象力为主了 在此 在此的 在此我说的 并不是所有的精神异常的案例都是这样子的 再次说 不要说都是 不是说都是这样的 我只是举这个人的例子 不过我的确想强调的是什么 你们作为一个族类所真实的心理标准 意味着在想象与理智的利用上 也必须要允许很大的余地 否则的话 你们可能会变得被锁在一个僵固的意识姿态里头 在其中想象与理性两者都无法再前进了 这这段话的意思 再次就是想说我们人类应该允许这种 我们不符合我们主流价值观的这种想法的存在 他们不是精神异常 他是给我们人类的 想象力和推理能力的这个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余地 就让你知道如果用想象力用到极致会怎样 用理性用到极致会怎样 给了你很多不同的洞见 这样的话呢 才能让你的理性和想象这两个能力同时发展 同时发展 如果你僵化了说我们制定一个最优的比例 最优的比例假设不是我们现在社会的这个理性为主的 我们是一个理性50% 想象力50% 这是一个最优解 我们固定下来 这样好吗 不好 你说这不就是比较中正的态度吗 不好 这种方式你所谓的固定和僵化下来的结果 就会让我们的人类的意识僵化在一个特定的模式里头 然后不会有新的进展和发展 就不会再有发展了 他就僵化在那了 这不是大伙想象的 最好的 最优的就是最好的结果 不是的 这是人类还是有这种二元对立的这种思维模式 下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他总想找一个最优解 总想找一个最好的东西 当你告诉他不要用这种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时候 他的生命一下就迷茫了 他的意义一下就找不到了 他不认为多样性和体验所有的可能性是应该探索的 他认为探索所有的可能性的目的是从前找出最优解 他永远有一个最优的概念 他说我体验的目的是找到最好的 最最佳的组合 想象力和理性的一个比例 这是我们容易掉进去的一个误区 不要这样去思考问题 我们就两者都无法前进了 当这两者都无法前进的时候 人类文明就停滞不前了 非常重要的是 你们要了解在你们的心理行为之内 有了不起的心理上的多样性 你要明白一点 就是多样性是正常的 就你们的心理结构里头不是一个标准的范式 或者一个固定的模式 它是多样性的 多样性才是心理结构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而那些心理经验的种种变化都是必要的 所谓种种变化就是多样性 有人这么想问题 有人那么想问题 都是必要的 要允许人家这样去思考 不要想着给他都整齐化一的变成统一的一个东西 他们给你重要的心理回馈 就是这些多样性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是给了你一些不同的回馈 让你能知道世界上还有人这么来看待问题 世界上还有人这么来认知这个世界 而以整体而言极有益的方式来锻炼你们的能力的伸展范围 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心理发展或者心理模式 是可以让我们的心理可以成长 有很大的延展性和延伸性和发展性的一个基础 如果你把这些所谓的精神异常的人都给砍掉 变成全社会都按照一个思维模式去思考的话 一种心理模式去发展的话 那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就会停止不前了 恰恰是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反而丰富了你 那个来信的人想要大半住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头 那个精神分裂的人想住在他自己的内在世界里头 他没有伤害任何人 他也没有去伤害别人 大部分的时候他都能养活自己 他做一份简单的工作 赚钱养活他自己 从大部分的观点来看 他对实相的观点是偏差的 从他来信里头可以看到 他对世界和实相的认知是有偏差的 是有偏差的 不是说他的内在世界对实相的认知是对的 是不对的 是有偏差的 但是他给世界增加了一个若非如此 就不会有的味道 但是他的这种对世界偏差的这种看法 反而给我们的世界的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口味 新的视角 新的体验 如果不是因为他 你也不可能会有人想到有人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看他这个世界 你也不会想到有人活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 他自己的世界原来是那个样子的 而透过他的古怪 到了某个程度 他让别人看到 他们对实相的僵化看法 的确处处都有破绽 很有意思 他说这个人 这么极端的 看待这个世界 生活在自己的内在的一个诡异的世界里头 他发展到了极致 会让其他人 让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 会反思 一点 我们如此僵化的 看待我们的这个世界 用我们认为正确的角度 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 是不是跟他一样 什么意思 他举例 这个人 他坚定的认为世界就是他所认为的那个样子 是不是 每一个精神分裂 的人 或者每一个精神我们认为异常的人 他都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如他所认为的那个样子的 对吧 他是深信不疑的 谁去跟他说不是这样的 世界其实是这样子的 他是绝对不会听的 对吧 让你觉得他很怪异 你觉得他已经生病了 而赛斯想说的是 通过他的这种极端的表现 这么 这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极端的表现 是不是能让你觉出 我们的认知是不是也出现了偏差 我们是不是也像他一样如此的僵化 如此的不可理喻 就像他认为 他认为世界是那个样子的 而我们认为世界是这个样子的 你不同意他的观点 他也不同意你的观点 是不是这个道理 然后赛斯这里头花锋一转 他认为他的主观世界是那个样子的 你认为这个物质世界是这样子的 可是我们的物质世界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现在学习了这些灵性的资料 发现也不是这个样子呀 他有个内在的隐形架构 这是99%的人都不知道的 或者很多人是不理解的 对吧 我们生活在一个主观世界 并不是一个客观世界 这也是很多人并不理解的 所以说到底是这些精神异常的人 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是正确的呢 还是我们所谓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的客观世界 真实存在的是正确的呢 塞斯的意思就是说 你通过对他的这种怪异行为的反思 你就能够发现自己在认知上的一个局限 也就是说处处都有破绽 你认为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也是到处都有破绽 他说我并不是要将他或者是他的那类人给他理想化 我并不是要把他们说的很好很好 我们都应该像他那样 不是的 我只是指出了 你可以以其他的方式去用你的想象与理智 塞斯说 我只是告诉你说有这种可能性 有人就是用那种方式来用他们的想象力和理性的 就比如写信的这个人 这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已 事实上这些方法不但在基因上具有可能性 塞斯再次强调 这些人有些人天生就是如此 他没有说的那么直白 就是基因上具有可能性的意思 就是说生物性上的 这些人生下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你不要问为什么说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 他怎么会等等 不用去一定找出一个原因来 这有些是基因性的 就是生物性的 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遗传性的 对吧 科学家也发现了一定的特点 就是有些精神性的疾病是可以遗传的 这就是基因性的 并且在基因性上很有出现的可能性 这就是基因性的概率很大 这个我们通过现实社会的观察也发现 确实是有些精神分裂的这种遗传性是有的 父母有精神分裂的这个症状 子女出现精神分裂的概率就高一些 但是并不一定 他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 一个我随后在本书后面会讨论的话题 当然想象力与暗含的宇宙在打交道 你用想象力的时候是跟你内在的宇宙在打交道 那个暗含的那个隐形的宇宙打交道 即那些没有具体实现的广大的实相的领域 就没有显化出来的那些东西 同时理性则通常是与他 是与在他面前的打引号的世界的证据在打交道 世界的证据就是实相的这些证据 打引号所谓的证据 它不是真正的证据 所谓理性就是跟这些证据打交道 你看到的这些证据 你还不是跟那个实相打交道 只是跟实相的证据打交道 那个声明一般而言都是对的 但是当然明确的说 任何想象内容都涉及了推理 而任何理性的行为都涉及了想象 赛斯说从某种角度来说 当你用想象力 你都是跟内在的这个隐形的世界打交道 当你用理性 你都是跟外在世界存在的所谓的证据打交道 他说从宏观上来说 或者从整体来说 这个观点是对的 是没错的 但是 但是 任何的理性都涉及了想象 任何的想象都涉及了理性推理 他们俩没有绝对的区分 所以最后这段话跟前面 真从赛斯那这两天获得的那个思绪 那两个观点是一致的 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全用想象力 一点理性推理都不用 那他就没有想象力了 一个人全部用理性逻辑推理 只看客观事实和证据 没有一丝一毫的想象的话 他连这个理性和逻辑推理能力也没有了 就是说纯理性到最后变成了非理性 纯想象到最后变成了一个不会想象 赛斯就强调到这一这个这两个之间的辩证的关系 他要告诉我们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这样子 然后这一节就结束了 他现在的真为我俩传了一些其他的资料 然后在9点57分这一节课就彻底结束了 所以关于这部分的内容 没有什么太深的难度 但是却深刻的影响了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将来的可能的走向和历程 这一部分的知识 他在很多的章节里头都反复强调过 强调到最多的是在神奇之道那本书里头 他当然表述方式不同 敢想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这样的一种观点 如果能够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 逐渐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共识的话 那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 文明发展就会迈入新的阶段 上升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的文明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如果不是 我们像现在一样过分强调理性 把理性推理 逻辑推理 科学当作唯一的发展的话 那我们的人文明就不会得到提升 还是我前面说的那句话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代表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文明的发展一定是在理性和想象 这两者结合之下 才能带来真正的发展 这才是人文明发展的 应该有的样子 偏向于任何一方都不对 纯想象力也不对 纯理性推理也不对 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个 给大伙做了一个梳理 就是这样子 那好了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祝大家都有神奇和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